爸媽帶著小孩拖著大包小包行李 辦理登機手續 暑假來臨機場總是滿滿出國人愁 但在出國前不足外幣 網路要提前準備好 就連保險也是必備 根據金管會統計 今年上半年網路投保件數 達389.27萬件 其中有將近45% 都是鋁平險及鋁縱險貢獻 因應疫後暑假出國愁 業者也各出其中 量大 但是硬體卻 硬體跟軟體卻下降 所以大家如果有注意去發現 其實近幾年的旅遊 很常出現什麼 搬機延誤這種狀況就会發生 包含說搬機改降的問題會發生 所以像這一塊的話 它其實就會在 旅行不變險裡面的範圍 它其實就有什麼 搬機延誤的保險 或者是改降相關的保險的理配 像是國泰產險 就退出夏日豪華型 針對搬機延誤旅程更改 行李損失都有理賠 或是旅遊期間 飲食不懸 引發的食物中毒風險 也提供相關保障 現今信用卡失切也納入專案內容 另外富邦也推出海外旅品險加不便險 搬機延誤最高能理賠2.8萬元 周峰保險則推出行李及搬機延誤 保額最高達6000元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 保額最高100萬元 另外更有保險業者推出手機被偷 也能理賠方案 不過專家也點出其中貓膩 它是所謂旅行不變險裡面的 其中一個區塊 來自於偷竊的損失 那在最早期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總額的規範 而沒有單件的規範 如果今天你的手機真的被偷竊 在海外可不可以理賠 其實可以 但是你要去注意 可能每一件保險公司 它對於單件的上限是不太一定的 有的可能3000 那有的可能5000 那你必須去了解 旅品險白白種到底要怎麼選 專家也點出五大重點 包括SOS海外疾難救助 像是緊急醫療運送 專機醫療轉送回國等 另外在國外遺失行李 護照手機等旅遊協助也很重要 第三則是國外的法律協助 還有以後航班容易延誤 也有保障 以及法定傳染病 像是近期新冠肺炎四起 國外就醫就很關鍵 民眾出國 旅品險勢必備 不過一定要詳讀內文 以免開心出門 卻玩到一肚子氣 八大熊王妮張龍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